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百货业都是稳稳在赚 用美食来加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根据经济部统计上半年的餐饮零售业的营业额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零售业将近有3兆元 而且年增有4.7% 表现还不错 另外这其中餐饮业它就有2355亿元 年增率有4.7% 看得出来餐饮品牌记住各大百货商场已经成为趋势了 这餐饮也替实体店面引进了不少的来客数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百货公司 像是圆百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税后存益 去年也是有5.77亿元 年增有60%这么多 当然它靠的又有一部分也是中年性 还有这个精湛百货 它税后存益也是有1.5亿元 年增有0.34% 那上半年财报表现都不错 显然这实体店面还是有它的优势 尤其是美食的极客力是最强的 我们来看到信义区的星光三月来看 七家年收营业额就破亿的餐厅 这像是老干杯 还有牛排教父 跟预计明年一级的餐厅 还会再增加一篮拉面 跟算算锅名店橘色 另外心意围风也有引进一个独家的美国牛排馆 而这家牛排馆可是受到电影传承普达恶魔 以及古神巴菲特的加持 另外还有高雄的汉神巨蛋 它有日本道地的大板烧料理 那除了百货业靠吃的之外 让营收进补 超商也是台湾很重要的零售业的一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超商 它其实是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可以看到 超商在四大超商的来看 它的总额数有10662家这么多 也就是说每2000多人就有一家店 密集度是全球第二 而2017年营业额更是高达3173亿元 去年的业绩成长有7.1% 也就赢过了临近的亚洲日本 赢了2.6% 主要原因是在于我国便利商店的业绩积极地 在发展各式的亿亿亿业的复合门市 在搭配商品多元化 以及拓产物流的服务 所以营业额就一直屡创新高 但是业绩攀升还有靠一个原因 就是拼命地装ATM 我们可以看到7的中信银的ATM 总共就有5704台 市占率也将近20%是位居第一名 而全家莱尔夫跟全联用的是国泰市华的ATM 去年也增加了1476台 市场市占率也有13% 名列第二名 那其实ATM可以让民众不用到零柜去 就可以处理一大半的业务 零完钱之后正好可以到超商内消费 实在是很方便 而最近天气也是很热 超商也有手摇饮料 现在最夯的莫过于就是黑糖珍珠奶茶 最先推出的Seven销量飙破600万杯 让这OK跟莱尔夫也决定抢劲 那OK主打的是超商版的老虎糖 而莱尔夫则是用后奶茶当基底 各有特色抢供不同客群 透明杯声加入冰块 杯圆缓缓沁上黑糖浆 再加进8分满鲜奶 最后放入Q弹珍珠 超商业者看好黑糖饮风潮 把最夯的虎皮珍奶搬进门市 限量2万杯短短两周已经销售八成 但做工比较繁复 再度挑战店员快手功力 完成一杯最快得花两分钟 尤其是让黑糖沾满杯身 做出老虎斑纹最麻烦 至少得后费25秒 但手摇引商机市场大 最早推出黑糖壮奶的Seven-11 上市8个月销售标破600万杯 让其他两家业者也来抢劲 OK以纯牛奶为主 黑糖黏腻鲜奶滑顺 但负责用后奶茶当基底 浓郁茶味配上奶粉香气 各有各的喜好客群 它的茶味比较浓 而且珍珠就还蛮Q的 印度知名产区的茶叶作为基底 最后再搭配纽约的纯净奶粉 预计会带来15%的饮品业绩成长 来附珍珠奶茶上市短短一个礼拜不到 也卖出上万杯 加着众多同路优势 超商业者抢劲人气饮品 分十百亿黑糖市场 在我们看到军工教年金改革 在7月1号正式上入 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 劳保年金改革的修法草案 已经送进立法院了 年金改革势在必行 受到冲击的千万劳工 未来的退休生活有哪些保障 而上班族又要存到多少钱 才敢退休呢 来看今天的大数据关系 因为我目前的收入跟支出的话 大概就是都是打平左右的一个情况 所以没有多余的钱去存退休金 我的想法是等小朋友 再稍微大一点之后 那爸妈可以帮忙照顾 然后太太就是也可以再出去找工作 那如果说家里有两份收入的话 应该会稍微比较好一点这样子